咱这是小麦今年用了球颗粒是吧 今年是第一次用 第一次用 返青用的 咱这是用了多少球颗粒 这一亩地花了二十多年不到三十年 不到三十斤 当时是怎么用这个球颗粒的 当时这个美苗弱了些 后来下雨了 下雨了过了年我就撒了一遍 下雨了我撒了一遍 后来就是我憋着这些都尝一遍了 咱这两块是用的一个卖中吗 一样的 一样的 还是他这家的好 这家的好感觉不好 反正不好后来我就说用的球颗 比他的就强一点了 是在下雨后直接撒的 撒的 您能说说具体表现这个好 表现在哪几方面吗 好你可以看出这个没的头的 这个没的头你看他比他的没的头 有大的头 是吧 这是别人家的 这是我们家的 你看他的没的头 其实当时他的没的头 比我的没还好点 后来就是用了这个巧合理以后 明显的比较比他强的头 这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这个米尺 我们可以量一下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长度 我们取一个最平均的吧 量这个 在这个1313公分左右 然后我们也随便取一个 随便取一个吧 不到不到不到10公分 不到10公分 然后咱们再取一个 也取一个随便取一个 10公分 也得10公分 比他要长3到4公分 3到4公分 然后你感觉这个用了这个巧合理 咱这个除了这个麦碎 比他长度高 饱满程度要比他更好 你感觉这个结杆 是不是比他要粗 你可以 你可以捏一下 你看 你不知道 你看别人的这个麦杆 有多粗 大家可以镜头看一下 你看这边 你看用了这个巧合理 麦杆 它还粗 很硬 然后大家看看我随便弄一弄 还柔软 你看 非常柔软 这个确实要活 比他的粗的粗的多 比他的每次粗的还包太多 然后我感觉这个用了咱这个巧克力 就是 比他们这个感觉要上市要快一点 成熟度 现在咱这个开始发黄 你看它这个 对 它是这样的 用过以后 我的感觉是 比别人的储水处的糟 要储水就糟了三到四天 所以他 他到后来 他就比别人的要糟糕一点 你敢说今年这个产量的话 咱这个不是说人家不和 咱这个产量 预计比别人的又够多少 差不多就两百多斤 两百多斤 刚才我们取了一桌用这个巧克力的 然后这边是 搁那边这边拿的是没用巧克力的 大家首先看一下这个根系情况哈 用了这个巧克力的根系要更发达 然后这边的根系又小的多哈 可以看 另外大家可以整体看一下哈 用了这个巧克力的到现在没有一点黄叶 你看 但这个呢哈 火烟还是比较多哈 另外 其实大家可以掉一看 叶片情况 其实一个很鲜 变化很明显 你看对比 这个是青枝绿叶 这个时候多多说有点防火 那个麦翠的情况 其实大家也可以做对比 看看 整体这个麦翠的情况哈 咱这个咱们放一起看看 看看这个 你拿这个看看 所以说搁这个用的这个巧克力 今年是不是感觉这个效果很明显 很满意 那明年还用吗 用用用 然后左边是用的这个 一般符合肥 然后右边用的咱们这个巧克力 然后咱可以看看这个根系情况 这在这个地方又装出根 然后这边就没有哈 然后同样看这个叶片开始发黄 然后这边哈是青枝绿叶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你看这个用的这个巧克力 这个长度 饱满程度 这个你看看 这个没太小了 所以说用的这个巧克力 效果还是明显 这个是用一般符合肥 一般里面 所以咱这个结果有一点 让椰子放一天 在盐壶里面 然后这个一次 用那个巧克力水中肥的 然后它这个放了一天 它这个结果明显变硬 肯定抗刀副这个结果变硬 它肯定抗刀副的 咱能用手摸一下吗 就看看它这个加硬程度 不用摸一下 它是让不让里面的这个 它这一捏就变着这个捏 它就比这个 弄得多了 啊 用了巧克力的这个麦碎 更加的饱满 然后这个结果哈 更硬 然后这个呢 要短小的多 然后这个 嗯成熟程度也不如这个 用巧克力的 但是同天定制的都是一个品种 只是用肥料不同哈 这是用了一般符合肥 这是用了这个巧克力 然后 这个结果哈是比较柔软哈 这说明了这个一个是这个颗粒 这个产量 啊就是用了这个球里的产量又高 而且这个 提前上市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结果要硬 也说明这个 抗折腹能力更强啊 我们看一下用了这个巧克力的麦碎哈 是0.01公斤 啊 0.01公斤啊 然后 这两个是 没用巧克力的 啊 是0.01公斤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是一个用了巧克力的 也就是说是一个用了巧克力的 可以钉两个没用巧克力的 然后后来哈 我们再看看 我们取 取四个用了这个巧克力的哈 然后是0.04公斤 好 用了这个巧克力的 然后我们再取这个四个没用这个巧克力的 是0.015公斤啊 四个 0.015公斤 对 好 好